四川大学终于回应了 该校的某张信学生污蔑一位农民工大叔 在地铁上偷拍 还贴到网上试图发动舆论声讨大叔 结果自己反被挂在热搜上了三天 对于这起事件 四川大学称将对该学生按程序依法依规处理 但是处理结果还没出来 网川的开除不是事实 那么究竟按什么样的程序 什么样的法规处理呢 网友们对这个模糊的一句话回应并不满意 重点在于四川大学这番回应的措辞和信息量 不应该是事件已经发酵了这么多天给出的交代 调查事情具体情况并处理这事事件 刚刚引发关注的时候要做的工作 略九号的学校就告诉媒体 说正在调查 结果六月十二号也没有个说法 很多网友就想问了 那事情发酵这几天学校在干什么呢 难道火都烧到自己身上了 还在隔岸关火吗 想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请搜索 莫须有维权从来不是正义 获取更多关联信息 11号当事人张信女生在网上发表道歉之后 就出来了一个声音呼吁公众接受并宽容女生的道歉 不要再声讨她 她还只是个学生 应该给她改过的机会 也有人说 现在的舆论就是在网报这个学生 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还有人呢 类比了此前武汉校内被撞小学生的母亲 遭遇网报追亡的事 认为现在舆论不依不饶 打在涉事女生身上的鞭子实在是太重了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这件事情如何踩中公众的情绪敏感点 为什么会引发许多网友的持续声讨呢 除了大叔并没有偷拍 当时女生发帖属于污蔑的这个事实以外 还有几个点引人关注 首先 污蔑被揭穿之后 甘议生并没有认错道歉的态度 很快她又被人扒出来 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 在多个社交网站上拥有社交账号 而且还会根据不同平台的受众看人下财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先把白的说成是黑的 然后又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一位普通的农民工大叔 对这样在网络上玩弄流量的人 又哪有还手之力呢 如果这次她的污蔑没被揭穿 以后会不会还有更多人成为受害者呢 而该张信女生还是党员和高校研究生 所以网友们还很担心 心术不振的人如果进入了媒体队伍 又会给舆论场制造怎样的混乱呢 还有网友发现 涉事女生在道歉之后精选了一条 当事人都原谅了网友还跳脚的评论 该评论的账号被扒出很有可能 就是涉事女生自己的小号 以及她还给这条道歉公告开通的打赏 如此荣重 让人根本感受不到道歉的诚意 其实公众的怒火根本上在于 不能够接受一个人破了别人的脏水 却不用受到惩罚 煽动舆论来诽谤别人还不用付出代价 事件发酵之后 许多网友要求四川大学采取行动作出回应 然后四川大学却关闭了评论 甚至从6月9号事情曝光之后 连一条博文都不再发 对网友质疑 这根本就是缩头乌龟的表现 而更让人心寒的是 明明当时在地铁上 警方已经还了大叔清白 两人已经和解 可是涉事女生竟然还在网络上污蔑 公众太需要证明 正义可以得到身杖 在这件事情当中 涉事女子所在的四川大学 一所教书育人的高校 理应承担明辩是非的责任 而不是在云青面前做缩头无归 舆论对于该女生的声讨是网报吗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不能够一味的指责愤怒的网友 不够包容 不够善良 因为当公众感觉到正义无法伸张 作恶之人难以受到惩罚的时候 走投无路的社会情绪 必将堆积 最后诉诸于网报的出口 希望四川大学真正重视起这件事 严肃回应舆论要求 给出一个有理有据的处理结果